大家好,我是Dan 在烤肉店耍大牌的牧师母女 大家还记得吗? 这对母女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 因为旁边桌子坐了几位老人 就对餐厅老板夫妇进行了粗鲁的言语攻击 并要求退款 但最终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都败诉了 2021年5月疫情期间 这对母女在经济到扬州的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 因为餐厅老板将顾客安排在他们旁边的桌子 而感到不愉快 就辱骂老板夫妇并要求退款 尽管餐厅老板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拼女 但他们仍然继续粗鲁的讲话 除此之外 他们还威胁要在网上发表恶性评论 还发送了下流的短信 但最终法院支持了受害的餐厅老板 这对母女在一二省的刑事审判中 分别被判处500万韩元的罚禁 但他们不服判决 最终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民事诉讼中 法院也判了这对母女700万元 总计1400万元的赔偿决定 在判决结束后 餐厅老板在网上发文表示 因为这期间收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他们计划将通过民事诉讼 从获得的1400万韩元 全额捐款出去 也希望透过这个案例 今后不会再有荒谬的 凹客欺凌行为 让他们知道 欺凌行为必定会受到惩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吃了价值超过2000万韩元的烤肉 这真是令人感激到激动的判决啊 我也是做生意的 但真的屋里的顾客无处不在 他们缺乏常识 而且根本无法沟通 我们需要有法律来保护商家 免受那些制造麻烦 粗罗耍大牌的客人 对于餐厅老板在此期间 所承受的心理和财务损失 能以一个良好的判决结束 真是太幸运了 过去两年他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现在还决定将民事赔偿金捐出 真的令人敬佩 光是听声音 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位牧师所在教会的信徒们 会有什么想法呢 哇 真的有这样没常识的人存在 而且就生活在我们周围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出错 才会让母女俩变成这样 首先我希望剥夺 犯罪者人圈的日子能尽快到来 如果继续用马赛克来保护这些人 将会有更多的受害 对于牧师母女的判决 以及为了犯罪者的人权打马赛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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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筹 当代表现场